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昨天一個正是等候入院的初步確診病人 自行離開急診室 凌晨被找回 那個86歲初步確診的男病人 凌晨在沙田圍移城方被找回 沒有受傷 警方說醫院說那個男人 昨天下午2時多 在急診室等候入院隔離治療 期間未有通知急診室職員 擅自離開醫院 遠方發現後曾經派完搜索 並向警方求助